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思命群一八的青角 青角呢,就分为一个青角里面,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呢,就分为一个新方法青角,跟一个比式青角 还有就是传统的方法青角,传统方法青角,这里面的青角呢,就跟原来的IT 思命群IT是一样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新方法青角 新方法青角,它可以自动区分 陡峭的区域跟平缓的区域,自动来区分 也就是说,在陡峭的区域,它会使用环绕等高的方式进行洗靴 而在比较平缓的区域,它会用颜面的方式进行洗靴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模具呢,这是一个压筑模具 这个模具呢,我们现在,这下面这些角落呢 这些角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用RR的 直径4毫米,RR的球刀洗过的 球刀洗过的,它留下这些角呢 这些角落呢,我们都可以 看到,这些是RR的都洗不掉的 我们经过测量以后,这些都是小于RR的角 但是呢,在RR可以洗得到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用RR的刀来洗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角落的话,有的角落非常深 所以我们定制刀具的时候呢,一种特别的刀具 我们看一下这把刀具的形状,我们是怎样定义的 我们怎样定义的 现在我们定义的这把刀具的形状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刀具的形状呢 我们现在是把它定义成什么样呢 有夹头的,而且是斜度的,斜度的刀具 一直斜度往下的刀具 这样一个刀具的话,如果就是说 一个完全纸柄的话,我们的刀具不可能有这么长 所以我们现在就通过一系列的参数的修改来定义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参数的设置 看一下里面的参数设置 好,安全高度 各个类型的 好,这里呢就是定义我们的垂直跟陡峭区域 它们的不同 这里我们的水平区域 走的是0.1的 好,这个陡峭区域我们要求环绕系 我们参考上面的222的加工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表示什么呢? 这个参数的意思就是表示原来在2-2的基础上 在原来洗过2-2的基础上再偏出来一个行列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未洗到的区域稍微放大一点 稍微放大一点,更有力的 使它接到接的好一点 不会留下残料 好,其余的参数也是一样的 也是悬面啊,悬轮廓 这些都相同 好,我们计算一下看看 好,计算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做出的道路 我们来看一下它表示的做出的形状是怎样的 在这些平缓的区域,它走的是一个颜面的洗靴 我们再看一下陡峭的区域 在这些陡峭的区域,它走的是一个等高的切靴 等高的切靴 在这些区域,我们走的是颜面的切靴 而在这些稍微陡峭一点的区域,走的是等高的切靴 好,我们还有一点要说明的 在这里,在这个青角的刀路里面 我们就说这种刀具,我们因为使用的是特殊道具 所以我们现在加上它的刀杆的避让 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参数里面 我已经把这个避让已经加进去了 这个刀杆的避让,已经完全加进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刀头的避让了 刀头的避让,我们用的高级参数 现在避让的话,我们现在给的是刀头完完全全 就是说,如果这种刀具的话 是一个斜度刀具带二楼角的刀具的话 我们青角里面的刀具是不允许给你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设的刀杆 我们避让就是说两遍 在Z方向啊,或者在XY方向呢,都是避让的是零 好,我们看一下 这样避让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啊,就现在用这个模拟的刀具来看一下 当刀具在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定义的是这样一把刀具 如屏幕上显示所使的一把这样的刀具 我们看到在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的刀具呢,是可以避让的开的 好,再看一下在这个点 啊,我们看一下 这当中呢,都是有缝隙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完全可以避让的开 但是我们留意一下这一段道路 中间为什么这里有一段没洗到呢 问题就是由于受这个形状所限制 我们的刀具是一把斜度的刀具 而且呢,它是两极的不同 大小不同,直径不同 下面是斜度的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刀具在这个地方洗到的话 那是不是会把上面过斜 形成大的干涉 所以呢,软件在计算方面呢 在计算这种地方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地方的话不允许有道路 如果有道路存在 我们这个中间呢就会洗坏了 好,这呢就是一个自动清缴